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大海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不仅能带给人们视觉盛宴 还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 有些动物会让人们感到害怕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讲述一下 世界上最大的沙人螃蟹 它们在日本的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着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平洋的西北部深海 以干世巨鳄蟹为学名 它被称之为高脚蟹或者日本蜘蛛蟹 可以说是全球现有体型最为庞大的甲壳动物呢 有的时候会在我国的东海地区出现 在蟹爪生开的时候能达到三米长呢 还有甚者能达到四米 站立时可达到半人的高度 它主要以鱼类为主食 有着十条蟹爪 不仅特别长 而且还十分锋利呢 尤其是那对鳌 就连螃蟹鲨鱼等都是它的手下败将呢 当这些巨大的物种在一起凝集的时候 也会有自己的领导者 领导者可以在石头上面修起 而在清醒的时刻会在高处站着 假如有别的蟹站在比它要高的地方 此时领导者则会将它踩到底下 该种螃蟹能够活到一百多岁 在这一生当中要经过十三次的脱壳 可以说在每次脱壳的时候 都是在挑战生命的底线 像对虾 龙虾或者其他的螃蟹似的 都归于甲科动物的范畴 它们都具备脱壳的习惯 在开始传入我国时 因为错误的翻译 才将其错误认为会杀人的蟹 为此在后来才会出现各种类型的说法 这才出现了杀人的传说 即便在日本 蜘蛛蟹拥有较长的蟹长 可是在实际上 这种蟹由于比较呆滞 常常被漁民捕捉 当下水产业的重要经济蜘蛛 就是捕获大型的蜘蛛蟹 为了对这种蟹进行保护措施 在它们产卵的时候 是禁止捕获的 看到这种蟹之后 是不是感觉别的蟹虾都是皮毛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wwwww.enonuna.com